而年底市议员选战脚步逼近 曾经在2018年 披上时代力量战袍的吴珍 这一回他要卷土重来 角逐松山信义选区 今天呢 他举行了参选记者会 包含像是立委林昌卓等多位 第三势力现任议员都出席来力挺 如外界分析了 松山信义区呢 今年人口外流面临到席次检疫 而且再加上没有政党的奥远 因此吴珍恐怕选情不乐观 徽章呢 因为我已经别了大概三年多 老实讲之后也没什么屁用了 所以我就把他留给吴珍 但是下跪送出自己的市议员徽章 顺步不连任的议员邱威杰 交棒给吴珍 力拼酒合一进军议会 哪一个候选人 他的在这个价值观 还有对社会议题的立场 跟我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那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吴珍 四年前我在松山信义区 获得了一万一千两百四十六票 经过四年 我准备好了 我将带着 我已经带着更大的热情 以及更多的经验 要来服务松山信义区的市民 2018年NP实力战跑却鲨鱼而归 这次卷土重来 以无党籍参选 但宋山信义区人口外流 席次检疫又没有政党奥援 玄亲恐怕不乐观 没有政党的奥援跟资源 这是肯定的 在我自己接触 我们松信的年轻选民过程中 我感受到其实非常多年轻人 他是希望看到一些新的气象 这一次也是无党籍参选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也是一个不同于2018年 完全不一样的选战 完全不一样的挑战 坦言没有党为后盾 的确是单力薄 但无党籍由立伟林昌佐 母鸡带队 第三势力议员也分进合集 以策略联盟方式弥补劣势 每一个人的政党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背景也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却愿意共同来支持 吴征再一次的挑战 台北市议员的职位 我想这真的呈现了他长年以来 所累积下来的政治信任 刚好有四个议员 所以吴征就一定会当选四议员 汇别实力无党出征 强老年轻票员要打出 有别于以往的选战 记得成瑞翔 路易进台北採访报道